好,那刚刚有同学提到这个新制图 我平常都是用这个比较多 那么各位你可以看到 其实你们手上拿到的那个讲义啊 我就是用这个做的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好像大部分大家都用简报嘛 简报是一种方法 是一种方式 但是呢,其实我蛮喜欢用新制图 为什么? 简报通常是已经到了最后面了 所谓的最后面就是 已经要变成成果了嘛 但是我们在思考的过程里面 新制图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很好的工具 你有没有觉得 我下面还蛮多东西的 这个啊 那你就知道我这个主题 我准备很多嘛 而且不是只有一年的 你看从20几年 2013年 最早是这个 然后再衍生出其他的 有没有发现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呢 像我们今天看的就是在这里 我就从这边 像这样 你在新制图里面 它最大好处就是 它是很灵活的 今天我觉得这个不OK 我就可以丢到这里来 有没有 那你要增加减少都没有问题 你也可以放入图片 也可以插入附件都好 那你用哪一个新制图团体 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是这个方法 重要是这个方法 因为它刚好 我们够灵活 所以说 我们在所谓的思考上 你在整理资料上 收集资料上 就可以很方便的 把你要的资料 把它整理好 那你要做收合也可以 其实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 我们在下面这边 我先还原一下 在下面这里 我如果说这个太长了 我可以把它收起来 像这个部分就是 我没有那时候 没有特别再印给你们的 我有把它收起来 比如说我要列印的时候 我不需要那么长 我就把它收起来就好 有没有 可以像这样 那你又有页签 又有页签 所以我们在使用上 就比较方便 那这个部分呢 如果各位用的是 S-Mine的 刚好 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是因为刚好在 好像上个礼拜 S-Mine的 他已经推出 就是线上的云端版 S-Mine是一个 open source的软件 open source的软件 那之前在前一个月的时候呢 他是只有付费的会员 才有所谓云端的功能 但是在上一周 他把它开放成 一般免费上号就有 多大? 1G 我跟你讲 我用新制度好几年了 又用到1G 我都觉得好难啊 因为新制度主要都是文字嘛 对不对 所以真的档案不会太大 那您可以直接到这个网站上注册就好 当然不可否认 他的官方网站 如果你是单纯到网站上用的话 他的功能会比较少一点 可是没有关系 就是说你在同步的时候就很方便嘛 那我今天呢比如说我这个先关掉 你如果在这里 你有用软体的话 他这个云朵就是云端的 你就放在这边 那么 你就可以有比较多的那个什么工具可以用 如果你今天在别人的电脑 或者你临时有需要 你就直接到smile的官方网站上 一样可以编辑 这样是不是就方便了 你就同步了嘛 就同步了 那这个是主要的一个概念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的新制度呢 它不只是可以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子 像这样 你今天新制度的方法有很多 有没有 图的方式很多 我现在先建一个好了 给你稍微简单看一下 我开一个新的 有没有发现你有很多种 你也可以直接选择半本 我会选择smile有一个比较重要是 它在视觉上 通常跟其他软体 新制度比较 它比较漂亮一点 比较漂亮一点 所以我就会选择 像假设你要这一种 我就点一下 有没有主制度就有了 那你就可以自行再做修正 自行再做修正 这样就很快 那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是免费版本 我们在汇出的时候 汇出的时候 主要只能输出所谓的图片 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用另外一种方式 偷吃布 以前我有用过付费的 只是后来想说 它付费功能我用到没那么多 那就算了 所以我就 那我用偷吃布的是我用列印的 你不觉得你们的那个印起来 应该还算清楚吗 因为我当初列印的时候 我的印表机 我就选择虚拟印表机 把它印成PDF 但是我只当选A3的 这样你了解吧 反正我印的时候就印A3的大小嘛 那它文字本来就像样的啊 所以印出来 你们在到你们手上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那个图片 好像被放大了之后变模 这样大概了解了 好 OK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 其实我蛮鼓励各位可以稍微试试看看 因为我们下次的那个研习 我们要讲的就是各位今天 看到我用的那个简报 有没有 那叫Focus Guide 也许有些同学有用过Praise 有没有同学有用过Praise 这个 有吗 没有 好 那就算了 开玩笑 反正两个是一样的概念 那Focus Guide呢 它就是利用心自主的概念 你可以看到 我用这里给你看好 真正呢 它整页就像这样子 有没有发现我整页 可是呢 我可以很轻松地轮印进去 对不对 所以跟我们一般简报 就每页都分开 是不一样的呈现方法 可是因为呢 如果你用了新制图做规划 我就用新制图的方式 把这个部分呢 美化一下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 这样你是不是在看的时候 就比较OK一点 即使你没有拿到我的这个 新制图档案 至少看起来还算视觉上还可以 所以这个是我们 下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好 所以我先卖个关子 如果你有兴趣的 下次也请再来参加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